当然,长城高端系列V的坦克系列 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受关注的系列产品之一 从坦克300的亮相 到车窄上的坦克500 坦克700等等 但凡有它的存在 那么长城就不缺热度 如今上市的版本中 唯独坦克700仍在强保中 但小伙伴们对于它的热度 却从来也没有降低 所以2023年 也总算等到了这款车 不是渲染图也不是定装罩 是大石的申报图 按照计划上看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 或定在3月中旬 新车预计价格在40万左右 组图就是已经开始申报的坦克700 其实从外形上看 与此前车展上的照片 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 比如 整部车已经取消了颇为夸张 且硬派的机甲包围 只是保留了常规设计 但即便如此整部车的战斗力 仍旧得到展现 比起车展的版本 量产版的前脸明显简化了许多 但因为车头明显看起来更加立体 所以 会带来一些所谓的高耸感 中网依旧是三条 横杠式式条 两侧为半圆形的炮筒式光源 其中 在内饰还设计有非常丰富的LED灯带 个人感觉点亮后可媲美大致 下半部分取消机甲式前包围 但也可以说是机甲包围的减板 还是能带来战斗气息 尺寸上看 绝对算是大块头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 5090 5113 2061 1952毫米 轴距为3000毫米 新车的整个车身造型方丈 硬派十足 特别是前后多层次的轮煤 也为新车起到了点睛之笔 到了车尾 我们注意到 维登族采用扁平化的设计风格 点亮后拥有不错的辨识度 而且整个宽体式的车身 也呈现出一种T字形的布局 这点看起来还是心意十足 另外 尾部依旧配备了外挂式备胎 内饰方面 与车展板的差别还是比较巨大的 首先就是颜色的布局上 车展板的颜色布局比较艳丽 而量产板则是以稳重为主 但结构上似乎没有太多明显的变化 仪表盘为多连式的液晶布局 中间则是一块超大尺寸的多媒体屏 贯穿在中控台上的 是一条仿木式的盖板 也起到了点缀的效果 超大的座椅还是给小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 档杆的设计依旧设计感爆棚 座椅方面将会采用2加2 或者2加3的两种座椅布局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上图就是此次申报的具体信息 可以给小伙作为参考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了完全自主研发的 3.0T双涡轮增压V6发动机 其中它的最大功率265千瓦 最大马力360匹 新车预计在3月中旬左右上市 价格控制在40万左右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澳洲